第二天 软软他们根据地址找到了孔家家 正好看到一个女人从屋里出来 你是孔家的母亲赵梅吗 是啊 你谁啊 我们是孔家以前的朋友 来看看她 哦 那你们白跑一趟了 孔家已经死了 赵梅随意地说着 仿佛死的那个不是她儿子一样 孔家是你的儿子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难过 有什么好难过的 她死了才好呢 妨碍老娘嫁人的脱油瓶 行了 你们赶紧走吧 我还要去打牌呢 赵梅走后 小桃子愤怒地骂道 这样的人也配当母亲 连自己儿子都不在乎 难怪孔家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 三人准备离开时 发现赵梅走十美所门 咱们进去看看吧 咱们这样进人家家里不好吧 我们又不偷东西 找找看 说不定有关于孔家的线索呢 屋里又脏又乱 在一张堆满杂物的床上 软软发现了一本孔家的日记 软软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越看她的心揪得越疼 原来孔家这么极端 一是因为她妈不关心她 经常对她冷嘲热讽 二是因为她当了化学课代表后 同学们把对钱不遇的恨转 加到孔家身上 经常对她进行霸凌和威胁 那汽油的确是孔家放的 那天抓捡血盐和李文心的 应该是孔家 她的怨气比钱不遇的还要强 恐怕已经控制了 钱不遇和其他的鬼魂 软软 我们一定要救救她 她活着的时候就很惨 死了还要变成厉鬼 太可怜了 如果她自己愿意放下 我还能救她 可如果她放不下 我也只能 不行不行 你不能让她回飞魄散 这不是她的错 不管什么原因 她刀了这么多人 身上的罪孽已经铸成 她如果能放下过去 我和轮转王叔叔求求情 能让她少受点罪 可就怕她不愿意放下 被自己的同学殴打 还扒了衣服 这种屈辱 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 这时 赵梅突然回来了 你们刚刚说孔家被同学欺负是真的吗 这是孔家自己写的 你看看 我不识字 你们能不能念给我听听啊 软软愣了一下 然后从第一页念起 听着听着 赵梅捂着脸 小家 妈妈对不起你啊 她刚不还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吗 现在这是怎么了 有时候悲伤并不会表现出来 她的冷漠是装的 天底下哪有母亲 会看着自己儿子去世无动于衷的 阿姨 如果你能再见到孔家 你愿意吗 你 你说什么 孔家虽然死了 但因为怨念太重 她的魂魄化作了厉鬼留在了老校区 如果你愿意去劝她 说不定她能放下过去早日去投胎转世 姑娘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小家看见我恐怕会更恨啊 不会的 孔家在日记里说了 她不恨你 如果你想让她早点超生的话 就去劝劝她吧 那我要怎么做啊 今天晚上七点 去老校区 我们在那里等你 晚上四个人来到实验楼里 阴冷的夜风吹过叫人不寒而泥 阿姨 你要跟孔家说什么现在就可以说了 她听得见 小家 我是妈妈 妈妈知道自己对不起你 因为你爸和我离婚 我把对你爸的恨都转嫁到你头上 甚至你在学校被欺负了我都不管 小家 其实每次看见你偷偷地哭 妈妈都想抱抱你 告诉你妈妈是爱你的 我每次一看见你就会想到你爸 所以才故意打你骂你 妈妈知道错了 你出来让妈妈再看你一眼好不好 阴风骤起 孔家现身了 许梅看见孔家站在大火里 一下子扑了过去 拼命拍打着孔家身上的火 小家 对不起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看着许梅的眼泪 孔家的脸渐渐恢复了正常 周身的大火也消失了 妈妈 小家 许梅一下子抱住孔家 孔家现在根本没有尸体 许梅拥抱的感觉只是孔家幻化出来的 但即便如此 他也满足了 妈妈 我等你抱我 等了好久啊 对不起 妈妈知道错了 孔家知道自己的妈妈是爱她的后 周身的力气越来越少 软软三人也总算是放下心来 就在这时 一阵强烈的阴气扑面而来 钱不玉带着其他学生出现在眼前 不好 孔家的力气消散 压不住其他鬼魂了 钱不玉愤怒地看着孔家 孔家 你害死了我们 我要你魂飞魄散 钱不玉 你住手吧 这一切的悲剧都是你造成的 你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让所有的学生恨你恨到 连你的课代表都不肯放过 我每天起早 贪黑地盯着他们学习 一心希望他们考上好大学 有个好前途 我问心无愧 是 你的本心没错 可你的方法错了 你封杀他们的兴趣爱好 打击摧毁他们的梦想 逼着他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钱不玉 你扪心自问 你真的是为了他们好 还是为了造出无数的考试机器替你争光 我没有 你给我闭嘴 你说你是为他们好 那我就让你变成他们 看看你究竟会不会开心 钱不玉被紧紧包裹在里面 无数人痛苦的声音充斥耳边 钱不玉几乎要崩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会这样啊 我明明是为了他们好啊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我只是希望你们可以考上大学 有个好前途而已 同学们沉默着 谁都没有原谅钱不玉 我也要说声对不起 我不该害死你们的 孔家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 我们不应该欺负你 更不应该威胁你和我们一起害前主任 我们也是最有因的 软软默念咒语 鬼门缓缓出现在眼前 都进去吧 说完最好好过下辈子 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鬼门 小家 到了奈河桥边等等妈妈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做个好妈妈 妈妈 谢谢你 我走了 您自己保重 说完 孔家就走了进去 一切都结束了 软软回到家时已经十点了 一进门就看见宁轩坐在沙发上 哥 你怎么不进屋睡觉啊 这么晚才回来 你去哪儿了